为什么我就按掉了 这世界总有人在茫茫落落寻宝藏 也得懂有人在茫茫落落寻宝藏 这世界总有人在茫茫落落寻宝藏 2020年汪素龙的十周年演唱会 差点因为别家粉丝的恶意购票而被毁 在演唱会门票开售当天 在很多粉丝还没反应过来时 那场门票就被史莱少年团的粉丝疯抢 于是所有门票瞬间就被秒空了 令人没想到的是 这些时代少年团的粉丝居然在抢到票后 跑到了汪素龙的粉丝后颜惠敌炫养 说随便一抢就到手遛遛你们再退票 这嚣张的语气真的令人非常不爽 而他们之所以来买门票则是为了练手 因为担心自家偶像演唱会门票抢不到 所以就来抢汪素龙演唱会的门票来练手 如果只是一两个人这样做也就罢了 但是这次抢到的粉丝数量几多 导致汪素龙的很多粉丝都没有抢到 这跟谁家都受不了 不得不说时代少年团的粉丝真的让人非常吓头 本来人家只是好好的想看一场偶像演唱会 但是现在被别家粉丝这样对待怎么可能不神奇 不过即便如此 汪素龙的粉丝也只是卑微的想要对方一句道歉 然而令人诧异的是时代少年团官方前脚刚到完前 后脚他家粉丝就到汪素龙官方后援会的评论区杀明 全都是汪素龙过气这样的演员 还有人在底下一样怪事就说 就是这点人竟然办什么演唱会 如此作法里很多路人都看不下去了 纷纷仗欲之言 随着双方大战波及的人越来越多 关于汪素龙惨的话题也被推上热搜 意识之间 时代少年团也被推上风口浪尖上 迫于各方面的压力 时代少年团官方不得不再一次出来表示歉意 不过很显然有了前世之见 很多人都不相信他们家是真心道歉的 而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这些粉丝毫不知悔改 坚决不肯退票 双方撕扯斑骂大半个月 最后经过协商 将售出的所有门票取消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汪素龙和粉丝了十年之夜 因为其他流淡明星粉丝的恶意抢票 终究没入于傲制 那些嘲笑汪素龙人气的粉丝科技都不知道 在娱乐圈还没有你家无双这个人的时候 汪素龙早已经哄遍大高难北 只是很可惜 在汪素龙大火的时候 他的公司不推他一把让他上前走 反而无缘无故地将他炫藏了 还在汪素龙当时大火的有点甜 万有以利的原唱歌曲 没经过汪素龙的统一就全部卖了出去 为了压榨汪素龙身上的设计价值 不说为他提供过优质的资源了 连个像样的演唱会都没给汪素龙举办过 在公司种种压榨下 汪素龙最终选择跟公司解了约 但是他的公司却提出来要500万的文学金 这对于那首的汪素龙买出无异于是一笔巨款 因此那段时间为了自己的音乐梦 汪素龙使劲赚钱几乎没有停歇过 好在最后首都预看见月明 他与同样热爱音乐的朋友 一起开办了属于他们的公司 作为QQ音乐三巨头之一 汪素龙用一首歌就把我们心中的音乐神话周董给碾压了 有一天我突然看排行榜 发现我的名字在周杰伦上面 真的吗 对我来说就像做梦一样 因为周杰伦在我的心中是一个 非常地位非常崇高的一个人 2010年 汪素龙凭借小星星力压周杰伦 登上了各大音乐平台榜单的榜首 每次回想起这件事 汪素龙都表示感觉好像在做梦一样 而这个时候他没有进入乐坛 就已经被载入实测了 汪素龙的歌曲达楼都很甜 而且让人百听不言传唱度也很高 歌曲不分手 恋爱播放量突破数十亿 是很多网友去PTV的必点歌曲之一 漫漫等被数亿上凝上凝 设计成了空间里的背景音乐 歌曲有点甜 更是登上了中国台湾音乐榜前三名 但首巴和旧约也被评价为 唯一可以跟周杰伦的夜曲比肩的歌 后来汪素龙在中国台湾小巨蛋 看了个人专场 还和随狼一起登上了央视的跨年春晚 但是随着飞煮的浪潮退去 汪素龙也慢慢断出大家的事 等他再被大众关注的时候 是他在殷奏演唱的追光者 2017年 汪素龙凭借追光者得到 这名音乐人乌气显的高度赞赏 评价他除了唱功了得之外 即兴表演的能力也是实力超群 汪素龙 一个艺术家就是埋头做自己的事 随便别人说 以你的歌艺 以你的作品 我用一句话来形容你 英雄初少年 即使淡出大家事业这么多年 汪素龙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创作的步伐 2015年 汪素龙花费一年时间 沾门为电视剧花千古做词作曲的年轮火得一塌糊涂 2017年的一项青春更是成为了某网站上最受欢迎的BGM之一 哪怕是在2013年写的有点甜 也有着相当高的传唱度 在优苦的播放量已经突破一亿 这些年 很多歌手靠着翻唱汪素龙的歌爆火 但是作为原唱的汪素龙 一直都是歌红人不红的状态 好在汪素龙自己的心态稳 从来没有因为这些名利而放弃自己做音乐的雏形 或许真是因为如此 他才能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歌曲吧 希望汪素龙未来的时间 能创作出更多更优质的音乐 在此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你们喜欢汪素龙的哪一首歌呢